在2003年有一部黑暗治愈的日本动漫 观众害怕被这部动画支配情绪 但却又忍不住去看 还愿称它是最好的日本动画之一 有一个奇怪的国家 这里的大人都面带微笑 可仔细看的话 他们似乎并不是真的在笑 情络来到这个大人治国后 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而一位12岁的小女孩 则给他做出了解释 在这里的所有人到了12岁生日 都要被强制变成大人 只要进行一场手术 其实是在厌恶的事情 也会微笑面对 国家的伟人们表示 只有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才能算得上是成年人 而在12岁之前 所有小孩都会被老师教导 大人们不允许做一些自己喜爱的事情 只要是工作 无论是不喜欢的 还是错误的都必须去做 秦罗有些不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 但身为外乡人 他不能过多地去干涉 不过他还是把他的疑问告诉了小女孩 虽然这个国家的伟人们说得不无道理 但是强制让所有人带着微笑 去做讨厌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标准吗 这样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秦罗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些疑问 却给了小女孩极大的冲击 因为周围的人都不否定 伟人们的认知 能做自己喜爱的事只有小孩 秦罗没有工作 如果硬要说有的话 那就是旅行 可旅行带来的更多是快乐 所以在小女孩看来 这根本不算是工作 那秦罗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 秦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他就是秦罗 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其实再过两天 小女孩也要去接受 变成大人的手术 他不断回忆着与秦罗的谈话 终于在生日之间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拒绝接受手术 可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后 他们竟愤怒地要求小女孩道歉 因为这是国家的伟人们 为大家着想而发明的手术 任何人都不允许质疑他 身边的路人听到小女孩的想法后 竟纷纷表示 这是何其可怕的女孩 简直就是吃白做 在他们眼里 小女孩的想法就是非人行为 很快父亲反应过来 一定是秦罗给小女孩 管输了愚蠢的想法 但碍于秦罗是经过合法手续路径 所以他们也必须保证 其诺能安全离开 但这件事可大可小 必须得有人来负责到底 这件亲生父母拿出刀刃指向了小女孩 孩子是父母的所有 因为小女孩委逆了上位的父母 所以父母拥有处分失败做的所有权 父亲面带微笑地 抄着小女孩刺了出去 而其诺却挡在了小女孩面前 没有人怜悯其诺的行为 反而表示不理解 甚至随意把他的死 当作不幸的事故处理 这群所谓的大人 在事后还呵呵大笑 在这个期间 小女孩突然觉得 面前的大人真可怜 他没有感到恐惧 而是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可突然身后的摩托车却说话了 他表示如果不想死 就骑上他离开这里 在父亲的岛 重新朝着小女孩刺过来后 小女孩毫不犹豫地跳上了摩托 如果可以活着 谁会想死呢 在逃出这个大人过之后 小女孩来到一片花海中躺了下来 回想着与其诺维修这样摩托时说过的话 本来他只是一堆普通蓝铁 可在其诺的维修下和前景七月后 他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两人还给这个摩托起了一个名字 艾努梅斯 这是其诺好朋友的名字 而从这一天起 小女孩决定用其诺的名字 继承他旅行的意志 死于这片鲜红的花海 也将重生于这片鲜红的花海 至于大人之国 那些愚人都将成为过去 表面上人类成熟的大人之国 实则是被受欺压的努力之国 一切国民都只是伟人们的棋子 还不自知 人类终究是自我利益至上的生物 只要有了利益 就会有了冲突 情感从来就不是缺陷 它是我们作为人类最后的依据 伟人们绝不希望人们 还有反抗的意志 所以愚民化就不会反抗命运 这样就能永远剥削民众 来确保他们世代 尽向龙华富贵 而想要打破这个情况 似乎只有接触外力 才有可能改变 因为这里的绝大多数人 都早已心甘情愿 做服役社会的机器 其中没有过多留恋家乡 驾驶着艾努梅斯 朝着下一个地方前进 假如世界没有谎言 会发生什么呢 在一个神奇的国家 这里拥有领先时代的科技 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机械化 餐厅无人招待 全由机器人负责点单上菜 吃饱贺族只需要自足结算 就能离开 从奇诺来到这个国家后 他就没见到一个活人 路径搬离手续 也是在机器上登记 计程后 有导游机器人乃万英 平时不敢多看一眼的豪华酒店 竟可以超低价录注 奇诺没有好好享受 而是在深夜时刻 掏出一把手枪 拆枪 保养 装枪 一整套动作 行云流碎 随后更是站在窗前 重复着拔枪的动作 身为旅行者的他 只有熟练这套动作 才有个人在未知的危机中活下来 此次精神 奇诺驾驾驶摩托车 在街上游荡 试图在这个科技国家 找到人类 而大街上只能看到 心里卫生的机器人 奇诺来到高楼处 用望远金观察着整座城市 这次 他终于看到了人类的踪迹 但奇怪的是 所有人都是独居 而且 他们基本都不外出 好奇的奇诺来到他们的住所 可沿途遇到了人 在见到奇诺后 都跟剪了鬼一样 纷纷躲开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背对着他的男人 才有机会上前打招呼 但男人依旧是 惊慌失措地跑开 可很快 他又伸透望向了奇诺 好奇地发出询问 你 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奇诺一点懵逼 很快男人反应过来 奇诺是外来人 难怪自己也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原来这是一个 可能知晓他人痛苦的国家 人之所以会伤害他人 是因为不知对方的痛苦 如若每个人都能体察对方的感受 就将不再产生争端 科学家在后来发现 只要自己人类脑部未使用的部分 就能做到人们的想法直接传达 科学家扬言只要和下他们开发的液体机械 人与人之间就可以不必通过言语交谈 而直接胡同心意 全国人民都和下这个药物 但科学家们却忽视了一个问题 若他人都在彼此胡同心意 可谓都自己一无所知的话 就好比你在心里骂人 对方知道了 但你还以为对方不知道 这一定会相当不安吧 一切眼色都将公开 男人还记得自己在喝下药物的那一天 感受到爱慕的女神竟也对自己有益 他十分高兴 不用表白就能得到对方的回应 可在一起之后 他才意识到他错了 女神乐中花意 可男人却不抱有兴趣 男人乐中音乐 女神对此也兴趣确确 这难免让两人都在怀疑他们是否合适 此后双方开始持续警惕 为了不让对方知晓自己在想什么 于是刻意去想其他事情 男人就连这个小心思都能精准地传递给对方 女神最后离开了男人 而整个国家的人民也开始不断发生矛盾 那些细微的负面情绪在传达给对方后 彼此的憎恶就会不断扩大 从此之后 所有人都开始远离他人 这一人独自生活 不让思绪传达给任何人 可这方法带来的后果 就是没有心神而出世 这个国家的人类 最终也会因为孤独而走向灭亡 秦诺了解完情况后 平时打算告别 男人还想其诺留下来多聊一会 但在一个地方 秦诺不会待超过三天 他怕与人熟诺后就会定局下来 这样他就将不再是旅行者 三天的时间足够知晓那是怎样的国家 可刚走不远 秦诺又见到一家住户 屋外充满了花卉 房间内传出悠扬的音乐 回想到男人照耀花卉的场景后 秦诺笑了 原来如此 如果在相爱时无法接受彼此的爱好 这样的爱注定是孤独且自私 但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最终还是会试着去理解对方 只可惜已经晚了 理解和接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当一个人共情能力太强 反而会是最容易受伤害的人 不鼓励撒谎 但这个世界确实需要谎言来维系 能与人之间也需要一个距离 这就好比书本华创始的豪猪理论 一群建猪想要在一起取暖 可很快就会被对方的硬刺扎伤 被迫分开后 为了取暖又得再度靠近 但身上的硬刺再次扎伤了他们 在痛苦反复折磨之后 豪猪找到了一段 假如能够容忍对方的距离 能与动物不同 聚在一起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内在空虚 可能多起来之后总是很难取得一致 所以即便没有科学家研究的药物 也依旧会互相排斥和争斗 最终人类同样找到了最大化 可以解决矛盾的方法 那就是保持适中的间距来相处 而这也像急着这个国家 为了不发生矛盾可以避开所有人一样 只是这个距离大和小罢了 但科学家却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硬生生要让所有人赤裸地贴在一起 打破所谓的距离规则 另外科学家还可能天真的幻想过 在传递2的同时 或许是可以抵消这个负面情绪 但人家要最容易积攒的便是负面情绪 想动一切的其诺没有过多停留 继续者他没有终点的旅行 什么能会外出工作50年不回家 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有没有想过不用工作也能活着的人生 有一个老爷爷在荒芜人烟的铁路上工作 他独自一人把铁路打帽的发亮 其诺原本以为这是一条荒废的铁路 因为沿途都是杂草和铁锈 老爷爷表示他已经这样干了50年左右 18岁就开始工作 那是有一条并未使用的铁路 今后可能会投入使用 于是公司因此让老爷爷尽量打磨发亮 之后也没人叫他罢手 而老爷爷在出门工作时 就已经有了老婆孩子 为了养活他们 他就这样一直持续至今不敢停下 已经50年没回过家了 不过薪水应该都已经寄给家里 相信他们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老爷爷说完自己的故事后 也想听听其诺旅行时遇到的故事 其诺想到一个可以不用工作的国家 因为机械技术发达 所有人类几乎无事可做 可其诺却亲眼看到一群人在早高峰时间排队 出于好奇 其诺跟随他们来到一处阴暗的宽敞办公区 之间所有人都在埋头工作 可不是说这个国家可以不用工作吗 随着一声铃响 所有人都身身揽腰 站起来外出活动 其诺找到一个在工位上休息的男人 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他 男人表示他们确实是在工作 而且是一份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的工作 所有人都在计算确认以前的账本 对机器计算的库存进行再次清点 因为知道机器基本不可能发生错误 所以如果人为计算出现错误 就得重新计算直到正确为止 可人类根本最不上机器的速度 所以文件只会越多越多 但因为这个国家的科技发达 人类能做的事情都已经被机器取代 所以人类需要压力 不能总是虚度光阴 每天必须承受不同程度的艰辛 不然就会堕落丧志 变成废人 男人认为人生总得做些事情 那就是工作 而且所有人的收入都是自动路障 但如何公民分配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后来他们决定按工作的坚固程度来获取积分 不过还是有人无法忍受压力而自我终结 机诺听完不太理解 这不就是还在工作吗 很快铃声再次响起 所有人又要开始着无意义的工作 机诺说完这个故事后 老爷爷认为这些人怕是脑袋挖腾了 而老爷爷也准备继续工作 在告别时 机诺忍不住问了老爷爷 这份工作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老爷爷表示等公司有人来通知他停下 或者持续到这条铁路的尽头 机诺还想说什么时 老爷爷却突然询问奇诺能去往哪里 这个问题让奇诺愣住了 他在前进时忍不住思考这个问题 可突然发现前方没有铁路 一个老婆站住来说 是他拆掉了 他从16岁就到铁路公司工作 他们说有一条废弃的铁路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要老婆把他拆除 这是老婆的第一份工作 所以他格外认真的对待 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弟要样 所以他也在外工作50年没有回国家 公司的人也没有让他停下 老婆同样让奇诺给他讲讲旅行时的简文 于是奇诺把那个不需要工作的国家的故事 也讲给老婆听 老婆听过表示 如果他在那个国家才不去工作呢 在告别时 奇诺忍不住提示老婆 这条铁路常连废弃 可看起来却相当干净 老婆没有听懂奇诺的话 反而认为这样还更方便他去拆解 他同样也询问奇诺要去往哪里 奇诺没有回答 后来奇诺又在前方重新看到了铁路 他知道一定是面前的大叔见的 而大叔是在15岁时进了铁路公司 他们告诉大叔说 之前的铁路或许还能用 所以让他去休整 这工作一干就是50年 依旧是没能让他停工 奇诺盲猜他一定很久没回家了吧 大叔表示 家里母亲生命无法工作 所以他需要替他养活全家 大叔也想听奇诺旅行和见闻 但这次奇诺却用委婉的方式拒绝 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生命本无意义 但能活着却都需要一个意义 用来对抗我们的一眼可以看到的结局 即使这个所谓的意义 在别人看来是可笑的 可只要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作用 那就有存在的价值 奇诺只要碰见第三个大叔 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因为三个大叔 以及奇诺旅行到 那个不用工作的国家所遇到的人 工作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有意义的 三个大叔需要养活不同的人 而不用工作的国家的那些人 起码有了工作 支撑自己的行动 不止于陷入迷茫和混乱 他们需要一丝丝的压力 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每个人活着的意义都不相同 毕竟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所谓的精神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 毕竟可以不用工作的国家 也仅有一处 大多数普通人都需要工作 来赚钱生存 每个人的终点 其实都是一样 死亡 但等死也需要一个过程 可以是看书 工作等等 奇诺想到三个大叔 问他要去往哪里 他险些被这个问题困住 如果做了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 那么究竟又要做些什么呢 如果自己把铁路上的建文 告诉三个大叔 那样便会让他们徒增烦恼 会捞乱他们的思想 开始不断怀疑自己 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意义 可最后又会因为需要养活 一家劳小而对现实妥协 这只是在那种被时间去思考罢了 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有去选择 去寻找所谓的意义 奇诺遇到这条铁路 就好比一个人的一生 在上面穿行 却不晓得终点在哪 后来奇诺才知道路有尽头 但想自己看清本质 其实很难 可幸好奋斗的本身 也是一种幸福 就像奇诺一样 旅行的意义在于过程 至于尽头在哪 就随他去吧 他还得继续朝着下一个地方 前进了 有一个美丽的夫人 给奇诺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据说他被森林环绕 那里的人们都普世无华 这所有旅行者 都蒙面以求的美丽过渡 可等奇诺赶到后 迎接他呢 竟是冰冷的铁龙 难道这里是 民风纯朴的米花式吗 就在奇诺一年懵逼的时候 身后出现15名士兵 他们给奇诺介绍这个国家的规矩 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国王的要求 强制参加竞技赛 赢的人可以成为一等公民 在地面生活 还可以给这个国家立下一条规则 但输的人 只要在下水到狗活 拒绝的下场则是梦人败北 余生得永远在这暗无天地的下水道 做努力 遇到这种强迈强迈的行为 奇诺无奈也只能参加 不过在这之前 他得再确认一下竞技规则 没有限制任何武器 只要是自己的 就可以随意使用 中途认出投降的会被驱逐出境 但必须要胜利者接受你的投降 否则等他失败者的依旧 是悲惨的努力生活 而就在奇诺同意参加竞技赛后 却被士兵大哥无情嘲笑 像他这样的小鬼 估计连向有的武器都没有吧 但伴随意上枪下 士兵大哥竟用上了禁语 从奇诺讲变成了奇诺伞 逼宫毕竟的带着奇诺 找他进行列台走去 在准备的时候 埃隆没思认为根本没必要浪费时间 把刚刚那些士兵都杀了 不就能走了吗 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的最恐怖的话 但奇诺却想留下来做一件事 他要给这个国家立一个规则 在通过预赛后 还有16人需要互相厮杀 只有最后胜出的人 才能成为一等公民 以及给这个国家立下一个规则 利用休息的时间 奇诺打算去了解一下 这个国家的故事 下水道的居民们 给奇诺讲述了 新国王上任后的霸权 也为是通过师父来上位的 所以新国王对任何人都不相信 甚至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将两个儿子也放逐至国外 这件下落雇名 很快竞技场就开始了正式角逐 奇诺第一个遇到的对手 是一个职业杀手 开始战斗之前 奇诺问他两个问题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国家 你打算投降吗 不过杀手并没有回答奇诺 而是迅速发动攻击 但都被奇诺 旋转 跳跃 比遮掩 给躲了过去 奇诺的手枪抵在了杀手下饿时 他依旧认真的劝降 可杀手的痛苦 奇诺无法理解 他从出生就被培养成杀人机器 是蛮卑微的他 每天只能在刀口上填血 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 但这个国家却能让他成为一等公民 享受龙化富贵 既然现在失败了 杀手决定结束 他这可悲的一生 但却被奇诺给拦了下来 随后投降 诺者连死亡都无法自己决定 奇诺的倦强行为 引起了国王的注意 这个竞技场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观赏杀毒的美 可奇诺却让他心情格外不爽 很快到了第二场比赛 奇诺一如既往地询问对方 是否投降 但大叔自然也不愿意 他的武器是线弹枪 可子弹对于奇诺来说 根本够无成威胁 大叔看出这点后 便从后背掏出一个喷子 大火的高温 那躲在咽尸后面的奇诺 也有些遭不住 但强法精准的奇诺 很快就打破了大叔背后的蓝尿瓶 摄取所有武器的大叔 已经没有胜算了 奇诺让他投降 可大叔却依旧拒绝 他能为这次赌上性命的决斗 胜者生 败者亡 一直以来都是大叔所信奉的理念 在他手上死的人 已经高达数百人 大叔就想要找到比他更强的人 对于死亡他似乎一点都不恐惧 这回围观的群众纷纷呐喊 杀了他 杀了他 国王看到这个场景 也忍不住邪校 但奇诺又一次让所有人意外 他把大叔打晕 经济规则有一条水无法动弹 就算失败 奇诺不肯在这个竞技场杀人 因为他要做的就是打破国王的规则 那这所充满杀戮的竞技场变位 但其他选手依旧在趟鲜血 懒红这座竞技场 很快四强终于惨出 国王特别邀请他们四人参加晚会 他给四名勇士 欣赏自己最喜欢的能偶剧 传闻有一位国王通过师父 而继承王位 虽然担心儿子也会这么做 于是时刻提防着他 严厉的后果就是让儿子遵取命运的安排 在约黑风高的夜晚 同样杀了父亲 自出生以来 那是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 后来隐瞒真相的王子也继承了王位 妻子担心夫君会加害孩子 于是偷偷将他们送了出去 但国王就认为妻子背叛了他 于是狠心地杀了他 没能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但思想中的一个男人听到这个故事却冷汗直流 其实他就是被赶出国外的王子 如今他带了仇恨回来 发誓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国王向思想中的小姐姐跑出橄榄枝 只要嫁给他就不用战斗 也能成为一等公民 但小姐姐却拒绝了他 随后国王又把目标定上奇诺 奇诺自然也不可能答应 在众人全都离去后 国王发疯般地呐喊 去死 全都给我去死 他也知道自己性格古怪 在这样下去 这个国家最后终将毁灭 但无论如何他都停不下手中的恶心 因为这事实在太有趣了 隔天的比赛是奇诺vs小姐姐 奇诺一路既往的询问对方能否投降 在得到拒绝的答案后 战斗拉开帷幕 小姐姐的武器拥有很大的破坏力 但缺点是需要找机会装子弹 正好奇诺好起他来参加竞技的原因 于是便说出私事 打算来拖延时间 他的母亲被男男抛弃 在他七岁时去世 小姐姐格斗技术都是母亲教导 他对成为一等公民没有兴趣 只想利用圣者可以立下规则 来给失去的母亲定下一个节日纪念 私事说完后 自然也上谈好了 不过在交流的时候 奇诺已经对周围地形进行了分析 利用调部离山 他成功把枪对准小姐姐的头部 胜负一分 可国王竟突然降下防弹瓶罩 打声地嘶吼 杀了这个女人 小姐姐的私事 让他想起了自己早逝的母亲 对于他想成立母亲节的行为 感到格外的愤怒 也对所谓的亲情感到呕吐 这个事件 只要存在杀戮即可 奇诺没有按照国王的意志行事 而是接受了小姐姐的投降 可没想到国王竟打破规则干脑比赛 拿起一把喷子从砍台上杀了小姐姐 国王这个行为彻底把路走载了 奇诺强压心中的怒火 他最终的对手便是国王的儿子 这次两人互相劝降 可却无过 奇诺终于遇到了对手 王子的道工出神怒化 奇诺射出的子弹全部被他弹飞 可能师叔同仁 奇诺不得不认真对待 最后王子的刀被奇诺打飞 他把枪口对准王子 所有朝他射出特制的子弹 但奇诺的目标并不是王子 只见子弹朝着国王飞了过去 鲜血暖红了整个王座 刀剑无眼 更别说手枪 要怪只能怪国王的防弹玻璃不够解释 奇诺作为胜利者 给这个国家立下了一个规则 既然国王因为意外死去 那么所有一等公民都得参加决斗 最终胜者就能任命国王 逃离的人就不夺市民权 与地下居民或者奴隶互还身份的人 也会丧失资格 这些人已经无可救药了 奇诺要的就是将他们全部毁灭 最后一个独裁者 也只有被下水道的人民所击败 王子感谢奇诺替他做了一只想做的事 但奇诺却表示 复仇是一件很无聊的事 复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别看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利 但那也只不过是沦落权利的奴隶罢了 对权利的服从 是连行不可避免的阴暗面 国王胜利者可以制定一条规则 实际上也是在赋予他们权利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咎于欲望二字 所有参赛者 除了奇诺和王子以外 都带着私心参加 他们没想过推翻国王的统治 只想要得到自己所期待的利益 至于王子 他想要复仇的决心 虽然也算是一种欲望 但其中夹杂着太多复杂的情绪 奇诺在后来看清这个国家的公民的嘴脸后 解决要国王也是让这场复仇停滞 复仇可以延续 更可以传承 就像当时如果没有母亲赶走王子 在不被国王信任且严厉对待后的结果 就是当历史重新上演 扭曲激情的种子已经种下 小王子明显也懂得其中的含义 所以他发自内心地感谢奇诺 并拒绝成为国王 他想跟奇诺一起旅行 但奇诺已不能让难度不平的男人跟着 唯有拒绝 直到这时候 小王子还没看出奇诺是一个女孩 其实在这国家中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 让奇诺感到格外的愤怒 她是听从一个夫人来到这个国家 而后来她才知道 夫人的丈夫也被迫参加竞技赛 各决被杀死 至于夫人则幸运地被对手接受投降而驱逐 奇诺绝对不是第一个被夫人骗去的人 只有美丽的夫人 想自己的不幸传给他人 试图希望其他人也遭遇不幸 也试图有人能替他报仇 推翻国王的统治 不管是哪个情况 都是他所期待的 他的内心已经变得扭曲 而即便如此 奇诺讲到的不是去对夫人报复 而是用另一种不伤害任何人的做法 来释放他愤怒的情绪 身为旅行者 在一座茂密的森林中 奇诺遇到一位老奶奶 他向奶奶询问附近的一个国家在哪 可奶奶却说附近没有国家 很久没有见到外人 奶奶乐情地邀请奇诺到使用他的府邸休息 奇诺没想到在这森林中 竟还有一座如此宏伟的房子 奶奶表示家里的主人都外出工作了 奇诺可以去那边的房间休息 但具体是哪个房间 奶奶没说 奇诺只能随便打开一扇门 可在这个房间却看到了各种能够零件 这个氛围着实有些吓人 而奶奶也突然出现做出解释 其实他不是人类 而是一个机械人偶 主要是用来照顾主人一家三狗的日常起居 奇诺没有多想 很快房子的主人就外出回来 他们乐情地招待着奇诺 可在用餐时 他们三人一动不动地全部看着奇诺 这种感觉很奇怪 联想到地下室的人偶 奇诺总有些喜思极恐 忍不住询问奶奶真的是人偶吗 而得到的回答是真的 在奇诺酒足饭饱后 一家三狗精占起来 把面前的一口味冻的食物倒掉 而奶奶也在这时来问候饭菜的味道如何 他们这一口同声表示很好吃 这样的情况在每一次用餐时都会发生 一家三狗在家的时间 似乎只有用餐的时候 其余时间全都外出工作上学 所以奇诺根本没办法 从他们一家三狗身上得到有用的信息 于是奇诺把目标转向了奶奶 可身为机械人偶的她 没有植入太多程序 只懂得每日负责一家三狗的日常起居 奇诺还想多问什么 奶奶就说 正如想带奇诺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奇诺完全不敢相信 竟有一座城市 存在着悬崖下的水中 奶奶表示 只有在这个季节 因为光线的增减 似乎随便都成澈 所以才会看上去 如是湛蓝 奶奶很抽筋这样的城市 她虽然是机器人 但也能感受到孤独 奇诺想要找的国家 应该就是这座城市 摩托车的意料盘需要维修 奶奶说自己可以帮忙 在修好后 却感到胸口一紧 如此点满的老人 却还要招掉一家三后 奇诺希望奶奶可以休息一下 但她还得赶紧准备食物 三年时间很快就到了 就在奇诺准备告别时 却看到奶奶躺在地上 她表示自己已经到了坏调的时候了 奇诺让她不要担心 正打算联系主人时 他们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男主人抱歉了奶奶 来到房间 直接奶奶询问一家三口 自己有没有帮到忙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她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 男主人把奶奶埋在了 可以看到那座水中城市的悬崖 身旁还放了两个骷髅头 男主人表示 这是奶奶的丈夫和儿子 在做完一切后 他们给奇诺导出实情 其实他们三年载是机械人偶 奶奶则是水中城市的居民 在50年前这里还没被大水淹没 可却有两个民族世代互相憎悟 所以经常发生内战 奶奶是天才机械工学博士 为了让全人类从劳动中解放 可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所以全身投入了研究机械人偶 试图依靠他们让内战停下 听到这里 奇诺忍不住想到 那个可以不用工作的发达国家 或许机械人偶代替了人类 所有人还是为了寻找压力而去工作 亦或者是继续发生内战 奶奶不免不休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人偶的发明 奇诺现在看到的一家三口 就是她最完美的作品 但奶奶的期望还没来得及实现 她的爱人和儿子 便在一场恐怖袭击中死去 她也被余波带来的影响 而压在瓦底下 三个人偶将奶奶救出来后 身心受伤的她 失去了所有记忆 把自己当成被创造出来的机械人偶 后来内战愈演愈烈 在终极兵器的失望下 所有人类在一夜之间蒸发 三个机械人偶 为了不让奶奶回忆起这痛苦的过往 于是修建水坝 将这座城市淹没 之后便开始扮演着奶奶的主人 听完这个事情后 奇诺终于明白 但她又准备离开这里 三个人偶想要跟随 可却被奇诺拒绝 他们被设计出来 就是为了服务人类 跟奶奶离世 让他们失去了服务对象 这样一来 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奇诺告诉他们自己决定 夫人在这时 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 人类不是要与某人一同生活 或是要替某人活下去吗 奇诺认为这是一能而异 在明白了奇诺的真实想法后 他们才知道自己帮不上奇诺 所以他们三人从悬崖上跳下 接受了自己的全部 奇诺看到这一幕后 陷入沉思 奶奶从虚构的生活中 获得了幸福 她逃避了原本的人生 在受到失去爱人和孩子 死去的情神打击后 她封闭了自我的记忆 利用全新的人格来生活 如果没有机械人用的存在 她大概率会被空虚 带来的黑暗所吞噬 最终那个神经病的下场 一遇而终 机械人偶和奶奶 不过是在互相成全 给彼此找到存在的价值 但他们的自我终结 终究是人的情感 还是机械的本能 奇诺更相信 这是人的情感 每个人都需要认同感 用世界这个定义太过宽泛 倒不如说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奇诺也是一个 替他人而活的存在 这单面让他又在一起 所谓的旅行的意义 和生存的意义 也让他想起了之前 在书中看到的一样战车 他有原来的驾驶员 在战争中身亡 你死前告诉战车 要将黑色车身 右侧有三条红色纵线 左侧又动了图案的战车 完全破坏掉 这条命令成了战车的毕生心愿 可其实战车所描述的对象 就是他自己 对于战车来说 有了敌人才有存在的意义 而主人也是给战车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才让他活到了现在 也是时候继续前进了 下一个地方 要去哪里呢 基诺在后来遇到一个被称为贤政的老人 他一生无依无求 在世界各地四处游荡 毛天路过国王看到老人的窘境 便把他当成了流浪汉 并许诺可以赐予老人一件可求的东西 但老人只抱怨国王挡住了他的太阳 希望他可以闪开 没有胜过太阳的宝物 收集句话的深刻含义 所感动的国王 竟朝着老人下跪说道 你是真正的贤者 但只有老人自己知道 他根本不是什么贤者 而是一个被迫接受手术的可怜虫罢了 老人原先的国家是充满凶恶的犯罪和慧安的案件 国家的领导者对此感到非常头疼 为了找到解决方法 他们决定进行脑内物质的实验 将人的自我意识消除 只要杀人 并会让人产生自我强大的错觉 自我意识过强 并会导致很多危险的因素诞生 这里的自我意识可以理解为人的欲望 人性的贪婪才是犯罪的根本 最终老人的自我意识被实验抽出 可实验结果却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他们希望被抽出自我意识的人 能就会勤奋工作和欲望被剥夺的下场 就是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 也无法否定懒惰的人发明了各种便利的工具 可老人这样的实验品是失败的 如果所有人都变成这样 国家迟早要玩 最终老人被驱逐出境 他的食欲碎益都保留在最低限度 但却对其他事都提不起干净 我听一个催眠师知晓了老人的故事 他表示可以帮助老人恢复原状 但他说的话 老人已经记不得了 催眠师说只要哪天老人想起今天的对话 自我一时就能回归 说完还不忘把他刚刚说的话 写在纸上放到瓶子内丢出去 如果老人真想恢复人格 就去追寻这个瓶子 那是这世界上唯一真实的话 后来老人不知不觉跟随瓶子 竟在各国之间 能不能将无欲无求的他称之为闲政 可在前几天 他被一生下达的死亡通知书 你是将死之人 却还是想不起催眠师说的话 听完老人的故事后 情乱想到自己遇到的一个男人 说起真正的蓝天 他爷爷在去世前说了 要不要找出真正的蓝天都无所谓了 这道蓝人一直在想 什么才是真正的蓝天 情络认为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 天空会根据不同的气候发生变化 每个地方的人看到的天空都不相同 所以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蓝天 老人听到后竟浑身颤抖 是啊 他从未怀疑过催眠师说的话 那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话 那么可以理解为 他说的这句话是假的 根本没有所谓真实的话 催眠师也并不知道 那他恢复的办法 他终于想起了催眠师说的那句话 没有那种东西 原来一切都是催眠师的谎言 老人感到极度痛苦 失声哭泣 在其中看来 老人真的找回了人格 为流泪的他 就意味着欲望的回归 催眠师其实也并没有骗他 老人的人格 其实早就已经回到他的身上 只是他没有发现罢了 用一个瓶子激发了他的欲望 想要恢复自我 也算是一种欲望 如果老人连寻找的欲望都没有 那他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废人 每天狗活到死 老人身边照照他的小女孩 其实是他出生之国派来的人 如果老人恢复了自我意识 就要立刻出死 但小女孩认为他并不久矣 根本没有必要 他们国家依旧在研究着这个实验 小女孩便是升级版的实验体 她会保留了自我意识 但却没有欲望 科学家总算想清了自我意识 和欲望的区分 可他们一开始的理念并没有错 人的最后根源其实就是自我意识 小女孩在听完老人的故事后 也幻想着自己去旅行 被人尊称贤者的画面 她的欲望根本没被剥夺 除非定时清理 否则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功 但欲望本身却无是罪恶 就像爱努梅斯认为 其实奇诺好像跟老人一样 都没有欲望 但奇诺认为他的目的很明确 通过旅行去见识各种人生改悟 这样的欲望会有罪恶吗 但只需要能掌控自我的欲望 就不一定是坏事 想动一切的奇诺收拾好行李 继续朝着下一站出发 宽敞的土地上 竟出现各种大坑 奇诺往里望去 竟是一句句人类的尸体 在前方有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 奇诺带着枪械路径都被允许 因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和平制度 拥有绝对的信心 他刚进国 奇诺就看到各种打勤器械 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和平 奇诺还看到训练有数的士兵在军队演习 路过的人告诉奇诺 明年就要发生战争了 但环顾四周 根本没看到路人带有恐慌 想要得到答案就得去历史博物馆 观章着奇诺招待着奇诺 给他讲述着这个国家的和平理念 原先这个国家 也是从十几个人开始发展 如今的一切都是祖先的努力发展才得到的 但国家强大后所迎来的也未必是好事 想要变得强大就得与他国联系 就算公民分贝了领土权和资源归属 但人种、语言、宗教等各种习惯 都是触发战争的导火索 战争全面爆发后 各种新型武器问世 众多人因此而亡 这场战争持续百来年 直到15年前 他们才找到了和平的方法 至于什么原因 完成了奇诺看看明天的战争后 先进的兵器层足不穷 奇诺有些担忧 但士兵却告诉他不要害怕 这场战争不会有任何士兵阵亡 就在奇诺疑惑时 两方士兵开始心动 但他们的目标竟不是对方 而是不属于他们国家的领土 那些手无寸地的落小村民 成了两国发泄杀戮的工具 奇诺这才明白 一开始看到的尸体是从而来的 等到黄昏降临 战争宣布结束 有人在统计双方的杀戮数量 这场残酷的战争竟像恶惜一般 奇诺也明白了馆长的意思 但他还是想听听馆长的想法 他的四个儿子和丈夫 全部在战争中死去 于是为了让战争不再产生死亡 馆长和帝国签订了协议 将双方矛盾转移给第三方 可毕竟还是有人在战争中死去 但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和平是需要牺牲的 但绝不能是我们的孩子 馆长看出了奇诺的疑惑 于是告诉他 等奇诺有了孩子 就能明白他的意思 就在奇诺离开这个国家 还在消化刚刚与馆长的台话时 阴暗的森林中 竟走出了一群人类 他们就是被转嫁矛盾的第三方 由于无法反抗大国 所以只能将心中的怨恨 发泄在路过的旅行者 奇诺在惺惺中开了一枪 周围的人全部落荒而逃 面对他们强大的敌人 他们会瞬间丧失赞意 看着倒下的那个人 奇诺的胸口也就喘不上气 国内人类总会把仇恨 转移给比自己落脚的人类 责物根本不会消失 也不能完全转移 两个国家所谓的和平 究竟能持续多久 奇诺不知道 但他明白 不管是馆长的国家 还是邻国 异国者 是这些想杀了他的村民 以及自己开枪自卫 所有的所有 其实并没有错 人的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主 和平的前提 必然是不让利益受损 奇诺压根也不想去考虑对错 而是在思考着这种矛盾 或许大国之间 没有所谓的和平战争 这些村民也不可能存在 他们更像是被圈养的猎物 生存的法则 永远都是落落墙石 但奇诺还是希望 世界没有战争 这个世界并不美丽 但也因此美丽无比 调整好心情后 奇诺便驾驶摩托车 继续前进 奇诺来到一处 名叫温柔之国的地方 这里的百姓 一点也不温柔 名分很差 是旅行者最讨厌的地方之一 可奇诺路径时 却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难道是时代变呢 看着身旁 那热情到 有些人来害怕的群众 奇诺只想找一间旅舍休息 在一个小女孩的自建下 她住进了便宜 却豪华的旅馆 在深夜中 她一如既往地进行拔枪练习 在旅行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在不久前 有一个男人这样询问过奇诺 她一息记得男人所在的国家 是可以原谅改过自新的人 男人杀了女人的未婚夫 为了赎罪 她开始接近女人 甚至决定陪伴她去旅行 男人把这当成了人生的旅行 可在离开这个国家之后 没有规则庇护的她 竟被女人开枪射杀 她或许可以原谅男人 但最不可忍受的是 这个恶魔竟真的变成了好人 奇诺本来早就应该死在森林中 被野兽吃得渣都不剩 但幸运的是 她遇到了师父 浑身的本领都是她交出来的 奇诺没有发现在旅行时 她的心态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她可以善良地帮助三个可怜人 也能狠心地把这三个白眼狼杀死 她从不会去干到任何规则 这才是一名合格的旅行者 训练不能停下 首相出了问题 奇诺她的小女孩带她去维修 后来在小女孩的介绍下 开始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和其他国家一样 他们也是从十几个人发展到如今 只不过祖先们遭受迫害而四处流浪 最终才在这片森林亭下开始驻逐 随处可见的祥和让奇诺神仙其中 她打破了规则想要再多待几天 可得知这个想法的居民竟变得严肃起来 他们要求奇诺三天一到必须离开 而且还得立刻走得远远的 不凭所有的奇诺也不好强留 所有居民都在大门看着奇诺离开 确保她不会在附近逗留 走过那么多国家 奇诺被这里的温柔卵心到了 她决定再待一天 持续告诉她居民们在对她撒谎 不过她不想破坏友谊 所以听从他们的安排躲在了山上 夜晚降临 随着一声爆炸 奇诺亲眼目睹 温柔之国被火碎流吞没 所以明那过分的热情 以及不好的预感总算有了答案 她打开居民们送的礼物 发现了一个信封 云南温柔之国早就算出了火碎流 袭击他们的具体时间 他们原本有足够的时间逃离 但他们却陷入到底该不该舍弃国家 这个很蠢的问题 他们认为自己诞生了一次 不同的其他生存方式 对命运的不公也不想去怨恨 反倒是选择在此度过余日 因为祖先受到迫害 所以这里的人对任何人都有很大的敌意 以至于以往到访的旅行者 都被他们施以极为不逊的态度 为了不留下冷淡无情的形象 他们决定洗心革面 可民风不好的消息早就传开了 没有人再来这个国家 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奇诺的到访 这个秘密只有大家们知道 他们也知道自己很自私 不过孩子他们也决定带走 秦诺头一次感到如此痛苦 他们太自以为是的 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人在死亡前的感情是最纯粹的 这是秦诺之旅最虐的一个故事 人总是非要等到失去的时候 才会想清很多原本想不通的问题 秦诺见识到太多人性的阴暗 难免受到影响而变得铁石心肠 但他终究为了温柔之国落泪 看来他的本性没丢 但不管怎样 他还是无法原谅这些大人 因为秦诺本身就是出生在被迫害的国家 可连死亡都不怕 有谁比他们还有勇气呢 就在秦诺不理解这个国家的居民时 其实居民也在不理解 质疑他们选择的人 所有人在这个世界都逃不过一一二字 对于他们的祖先 是想让后代有一个舒适的环境生活 所以才四处流荡寻找积息地 这就是祖先本生存的意义 但时过境迁 这些古人的意义已经改变了 他们对祖先留下的历史感到害怕 国家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人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 有人才有国 本末导致 这更像是一群消极的人群 对命运不公的最后反击 也正如他们所说的 不同的其他生存方式 物竟天泽适者生存 享受和平温馨的时光太久之后 根本就没有直面黑暗深渊的勇气 或许直面死亡所需要付出的勇气 还不如继续流浪来得多 如果你对人生感到迷茫 这部003年的冷门高分动漫 情络之旅或许可以给你解惑 真的强烈推荐